宋朝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时代 无论经济、文化、政治、外交、人口规模都取得重大突破 商业达到了新高度 首先,宋朝取消了宵敬、夜市繁华 文化上宋朝重视科举、文化、私塾培养 文官作用开始大于武官 文官比例增多 二、在这时期出现了纸币胶子 也就是后来的银票 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宋朝的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三、也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准定了一日三餐的习惯 以前都是一日两餐 四、在经济的支撑下 科技水平也发展到了一定高度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在宋朝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快速带动了中国发展 当时北宋的经济水平足以能够对抗全球经济 在北宋的汴京中可以发现 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不把温饱当作敌意问题了 已经开始成为相当先进的商业城市 但在这么繁荣的经济下 宋朝的军队却让人失望 宋太祖背九世兵权 导致兵不实僵、蒋不领兵无形中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宋军真的像大家认为的雷弱吗? 其实宋朝军队的总兵力在历朝历代中仅次于明朝 先看军队水量 在鼎盛时期 宋朝军队的总数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 其中进军有八十多万 在水浒传中临冲八十万进军教头就来源于此 拥有最精锐的四个王牌军 被称为上司军 而唐朝鼎盛时期只有六十万军队 再看军队配置 宋朝武器装备极其先进 在《五经总要》中记载 宋军重步兵装备不仁甲 由一千八百二十五张甲业连坠而成 重达二十九公斤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的盔甲 同时可通过增加甲业数量来提高防护力 远战以床子弩和神力弓 床子弩也叫三弓床武 是弩箭武器的登峰造极之作 射程可达一千五百米 而现在的自动步枪AK47的射程也只有四百米 床子弩射出的是一米多长的钢铁弩箭 是守城攻城破阵的大杀器 而且借着黑火药的发明 后期还出现了火器 对比唐朝大部分时间实行的辅兵制 是民与兵合一的机制 这种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士兵出征的很多装备的自己掏钱购置 可见无论在军力和装备上宋军都要甩唐军几条街 可为何宋军却一直处在被欺负的位置成为吐槽的对象呢 主要是历史的原因导致外族的强大 从唐朝开始 契丹已经在对抗中慢慢发展壮大 他们吸收了汉人的文化 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强大 后进石敬唐丢掉了燕云十六周 导致中原再无长城可以御敌 是北宋一开始就失去历朝 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屏障 同时缠马的在北宋建议之前 已经被西夏和辽国占有 使得宋军必须以步兵为主体 党项却有铁甲重装骑兵 有很强的突击能力 这也使得北宋在历次战争中 被迫处于防守被动的局面 毕竟在北宋的统一时期 无论是西夏王国还是北方的辽国 再加上后来的蒙古都是实力昌盛时期 宋朝的强敌多达四个 远超任何朝代 而这些强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 都吸取了中原先进文化 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系统 对中原胡是单单 远非当时的突厥和匈奴可比 在强敌环刺的情况下 宋朝多半时期都处于自保的位置 很难对外扩张 军队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 由于宋朝军队的指挥多数文官 导致军队管理松懈 也是另一个原因 但宋军的战斗力绝没想象的那么弱 也有一种说法 在历史上唐朝对外战争的胜率只有不到三成 而宋朝的胜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这个说法可能有一些夸张 可是宋朝能在如此危险的局面下 立国三百二十年之久 是仅此于两汉的第二长的王朝 已经不容易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 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留言 再见